身高177公分 人高手長 步伐十分靈活 出拳精準到位 東京奧運女子拳擊51公斤級 銅牌得主黃曉雯 正在積極備戰杭州亞運 即將在7月赴美一地訓練 在最後階段全力衝刺 爭取榮耀 我們下個月預計會去 美國一地訓練之外 然後趁這段時間會搭配 體能訓練師 然後做自己身體的 一個增肌減脂的計畫 就是希望把身體素質再強化一點這樣 在東京奧運奪下銅牌後 黃曉雯信心爆棚 打法上從過往的被動反擊 改為主動進攻 要成為會攻擊的常人 而不只是會移動的常人 量級也從51公斤 重回54公斤級 突如其來的改變 成績反而停止不前 幸好藉著心理諮商式的輔導 以及陪練學弟妹的建議 黃曉雯順利走過低潮 重拾信心 有一個學長跟我講過說 他覺得我好像打球有點單調 就是他最近發現的 然後這句話真的 繞在我的腦海想了很久 所以我就覺得還是去尋求那個心理師 然後就跟他講一下我的想法 在這次比賽的時候 因為心理師學姐也有去 所以其實在賽前或是賽後 我都會去跟他聊天 然後也有找到一個算是心靈的出口 所以比較好釋放我的壓力這樣 素顏壓力是不會用刺激的 但是因為之前還會跟學妹去KTV 狂歡樂舞一下 但是因為最近學妹都要上課 我只能自己一個人在房間追劇 然後或者是 對啊 我可能畫畫 就是用平板畫個畫 因為我常常跟他講 你都拿過了 你雅映也拿過 雅映也拿過 現在拿的都是賺到的 主要是又回歸到他原本的打法 再來他變得比較成熟 尤其在比賽的冷靜度跟穩定度 放下壓力找回節奏 黃曉雯出拳更快 更狠 更準 今年3月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試錦賽 比賽中發生右手骨裂情況 但是他打斷手骨 顛倒泳 還是打下生涯第二面試錦賽金牌 經過六個星期的休養 如今已經完全痊癒 可以無後顧之憂 全力出擊 那時候是試錦賽的時候 有稍微的鼓勵 現在其實已經完全痊癒了 就是也有去到X光 在訓練上可能 在殘繃帶的時候要多做一些防護 可能快要接近比賽的時候 才會慢慢加力上去這樣 然後減少他可能在列的那個情況 他現在最大問題還有一個傷勢 因為他手腳都有一些舊傷 他只要不要受傷 我覺得進軍這個奧運的門票 應該機會滿大的 現在就是不要受傷 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2018亞加達亞運 黃曉雯在57公斤級闖進四強 卻因為右腳大拇指鼓裂 只能棄賽 儘管摘下銅牌 他心中還是有些取遺憾 這一次再戰杭州亞運 他擺脫傷病困擾 要以完美狀態 努力突破上界成績 因為去上一屆的亞運受傷 然後推賽 那今年希望自己就是 可以健康完賽以外 然後也希望可以突破自己 上一屆的成績 我們得牌就好啦 我都是這樣跟他講 有牌有交代 獎牌的顏色越漂亮越好 他就是不要給他太大的壓力 讓他平常心去打 成效應該會比較好 黃曉雯在東京奧運 為中華隊拿下 對史第一面奧運拳擊項目的獎牌 這一次杭州亞運 他不只要複製奪牌經驗 更要靠自己的雙手 為台灣爆回亞運拳擊項目的 第一面金牌 第二面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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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面金牌